Hello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很好奇 喜欢飞传统无人机的各位 比如说Mavic 3 Mavic 3或者是Mini 3等等 有多少人在考虑开始尝试FPV穿越机呢 欢迎大家点击投票 好的 那我也加入了FPV的队伍 这段时间一直在学习飞行大江新推出的FPV 就是他 DJI Avata 为什么是他而不是第一代的FPV 因为我本身对于速度类的驾驶 并没有太多的兴趣 我在意的是拍出来的画面美不美 或者是会不会有所谓的电影感等等 而不是追求的速度 另外总觉得FPV很难操控 看了一些教学视频真的就是把我劝退了 各种炸击的成本是很高的 这也是一方面 那而当看到这个大江的Avata的时候 好像感觉有点不一样 因为他拍摄的定位好像不是追求这种速度感 而是拍摄出比较好的电影感的画面 另外讲页有保护罩 所以感觉飞行起来也会比较安全 在看了首发视频和一些UP们的测评之后 我觉得可以有 所以我就赶紧下单入手了 外观上除了讲页有保护罩 那本身机身看起来有一种扁扁的这种跑车的那种感觉 那另外下方配有这个下市避障 而其他的参数情况 其实他就是把这个大江的Action R这台相机挪了过来 那他的传感器呢 是这个1.7英寸的 角度呢最大的角度是155度的这个最大的视角 那是F2.8的光圈 这些都是和大江的Action R以及Action R都是一样的 那另外4K下面支持这个最高60帧的一个视频拍摄 2.7K下支持100帧的这个慢点头拍摄 那这些参数看起来是已经很够用了的 那因为是真的从来没有接触过FPV 所以我经历了一周的这个大江的这个模拟器的这个飞行训练 那第一次飞下来之后我是真的要吐了 这个实在是太晕了 我在想我是真的适合非FPV这种穿越机吗 这些穿越机的玩家难道都没有这种情况吗 那没办法我还是想继续尝试 毕竟这个家伙可不便宜 一周后我感觉比较适应了 那我觉得可以出去飞一下了 下面就是我拍摄的一点点的这个FPV的内容 不太专业大家也不要期待有很多这种高难度的穿越的镜头 那不要见效 大家可以看一下 卢卢卢卢 Whark 卢卢卢卢卢卢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可能还需要更多的练习才行 我也发现为什么大家都会喜欢FPV了 因为这种飞行体验是很奇妙的 你会感觉自己真的是在飞一样 那与此同时 对于大疆的Avatar的画质 我是给予充分的肯定的 小窍门要提醒大家一下 因为飞行速度很快 所以你选择自动曝光的话 会没有动态模糊的效果 所以画面是这样的 而改用手动曝光之后 由于降低了快门速度 你需要加上ND滤镜 那这一期节目呢 我会为大家推荐这款 Freewell的ND滤镜 那玩拍摄无人机等等的朋友 可能应该不陌生 他们是全球销量第一的滤镜品牌 那当你用了它之后 你的画面是这样的 这样既能体现FPV的速度感 那也能得到非常流畅的一个画面效果 那其实对于大疆的Avatar的操作 其实非常的直观 在你飞行的时候 画面中心的这个小圆点 就是你引导无人机飞行的方向 那基本上就是你指哪里 那无人机就往哪里飞 但是这边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如果你购买的是和我一样的是 这个穿越摇杆的这个版本的话呢 基本上你是无法使用MDON的 也就是很多专业玩家口中的手动模式 各种花式穿越的效果 是没有办法用穿越摇杆去做的 你还是需要使用这个传统的FPV摇杆 但是我现在就先这样吧 慢慢来 最后说说总体感受 对于FPV来说 大疆的Avatar是真的很容易上手 那基本上就算你都没有去用过 他们这个模拟器来练习 你也很快可以上手 那对于这个眼镜 也就是大疆的这个DJI Goggle 2 画面几乎是感觉不到延迟的 而大疆采用了这个Micro OLED 虽然是1080P 但是画面真的是非常的细腻 我不知道大疆是不是第一家 使用这个Micro OLED的厂家 但是起码我暂时不知道市面上 有做其他VR的厂家 在用这个Micro OLED 我只能说是真的是非常牛 而画面的色彩 那我一般会选用的是 这个D-Cine-like模式 这样的话对于我的这个后期调色 会有很多的帮助 有缺点吗 有 在设计上 这个放SD卡的这个位置的设计 我是真的是不太懂 那个把卡插卡 或者是用数据线这个传输文件 我可能真的是手指不够纤细 每次都要搞很久 至于为什么它设计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讲页的中间 我不理解这个原因是什么 另外一点 我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 快速数据传输的这个功能 也加入Avatar 这样手机能够在无线的情况下 可以下载无人机拍摄的内容 不然每次你都需要回家传到电脑 那对于我个人来说 要是大疆这套Avatar 能满足这两个问题 我觉得它是比较完美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吧 这道无人机 都是开启了我这个FPV的大门 希望之后的视频里边 我们也可以加入多一点的 这种FPV的画面 那我们就下次见了 拜拜